今天要跟大家聊聊台湾的内地 我们常听到很多朋友 会内来内去的说他们去内地发展 也就是所谓的去中国 台湾的内地到底是中国大陆还是南投 台湾的社会运动发展 其实早在日治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故事 又该从何说起 台湾吧以动画方式 让历史成为网路的热门话题 台湾吧不是酒吧 是四位平均年龄不超过24岁的青年组成 2014年9月至今成立不到半年 已经有13万人次订阅频道 还荣获YouTube年度最佳创意奖 他们自诩为新媒体 要成立台湾品牌 我们的梦想是让台湾成为 全球数位内容的灯塔 我觉得其实台湾有很多很好的DNA 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什么都没有 就是我们是个海盗国家 可是我们从来就没有做出品牌 我们没有吉普利 我们没有Pixar 我们没有Dreamworks 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 怎么了黑皮 没错黑皮它不止跟你有关系 还有很大的关系 从台湾是什么东东 台湾人又是什么西西 台湾为什么与中国日本这么暧昧 黑熊 樱花钩稳归 台湾地质 以三个台湾保育类动物贯穿台湾史动画 台湾吧制作人Howard说 我们有权利知道历史的缘由 你知道去年台湾发生很多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那个当下做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大家都很想知道 而且大家知道的时候对台湾很有帮助 因为基本上那时候 社会上有很多的撕裂很多的紧张 那基本上我是觉得说 我们肯定要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 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 而这个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 前奸后解了14年 呃都没有成功 过程中却培养了许多台湾的政治精英 更唤写了台湾人的自觉意识 觉得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也曾经有人吃着火锅唱着歌 突然就被麻飞 欸不对 突然回想起1920年代的台湾 认为这是既日之初期的武装抗日后 文装大抗日 蓬足心吃味 全心富科良品 复古为新绝配 达尔文装抗日 我们所要强调的一个很重要概念就是自学 就是我们台湾爸的学习是在你看完七分半的影片之后开始的 而不是看完七分半就结束了 那跟课本跟考卷是不一样 考完是去玩了 不是 而是看完影片 我想要去查 我想要去问 我想要去找 可是你看完台湾爸应该是充满了各种困惑很好奇 这样还是对的 历史没有标准的答案 台湾爸用动画让人开始自学 未来还要加上英文 日本字幕 要让全世界的人看见台湾 举例来说 日军在1895年南进扫荡的时候 160多人战死 500多人受伤 但因为疾病而死亡的日本人却有 4600多人 怎么了吗 真正比战死的人数多了30倍 超多的 9月1号首播之后 当时开始要雨伞革命的香港也注意到他们 这是让制作人Howard最感动的事 我们9月1号播出 9月2号我就收到来自一封香港的 Facebook的Message 那基本上你知道香港那时候风雨飘摇 真的运动刚开始 然后就很感动 我那时候直接流眼泪 那他跟我说的是说 香港现在的局势很险峻 那他以为我们世界家已经成立很久了 的团队 他就说 请问你们是不是可以授权你们商标给我们 然后我们想要来做香港吧 我做东西对这个社会真的有价值 而且那个社会并不一定是非常区域性 甚至是可以推广到我们的国外 台湾报的视觉设计张佳佳和制作人Howard找了主持人林辰 还有历史顾问萧宇辰共同创业 自己的国家自己就 这个领域我觉得在台湾其实是可以渐渐被建立起来 也是可以变成一个强大的产业 那因为一方面就是我们的确有很多这方面的人才 当然创作者本身要自己不断的加强 这我觉得是无庸置疑的 然后也要让自己的东西带来一定的水准 就我当我可以有一个高度跟人家谈的时候 相对这个产业就会越来越好 对这也是我自己会期许就是视觉部门可以做到的事情 台湾报每个月初推出七分钟台湾历史的动画 吸引许多粉丝固定收看 而这群网络原生世代的台湾报 将会继续颠覆或者说还原历史